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炫酷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 11月26日 人民网深圳频道发布消息称 世界首例能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诞生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却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也让我第一次对超人产生了恐惧 面对基因编辑 人类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先来了解下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既能对人类目标基因进行编辑 实现对特定DNA片段的敲除和加入等 基因敲除是指如果想让某个基因功能丧失 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该类基因消除或屏蔽 进而对目标生物造成影响 2015年10月 我国多家研究院联合研制培育了两只基因敲除的小狗 它们是世界上首例基因敲除狗 被敲除了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后 这两只小狗的肌肉生长发育能力增强 在四个月大时 就比普通狗肌肉更加发达 基因加入又名基因导入 只将基因整合到基因组中得到稳定表达的技术 可通过将基因克隆修改重组等方式 对人类原有基因进行修改 这种方式是改变物种遗传性的最基本途径 此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采用的就是基因导入技术 研究人员在受精卵过程中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CC25基因进行修改 CC25是人体编码的蛋白质 也是艾滋病病毒入侵人体所需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 理论上来讲 如果这个基因进行变异或者缺失 就有可能关闭艾滋病病毒入侵人体的大门 此次试验中 其中一个婴儿的CCR5基因发生了永久性改变 所以它对艾滋病病毒有了天然的免疫力 从生物角度讲 该技术是一个突破 而从人类伦理来讲 这项研究的背后充满了无限争议 112名科学家联合发表声明称 直接对人体进行试验 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没有人能预测不确定性的可遗传基因物质改造 会对人类带来什么影响 基因编辑的确存在很大的争议性 首先是具有遗传性 如果基因编辑有后遗症 未来将对人类造成毁灭性伤害 其次便是违背伦理 如果基因改造可以造出超级人类 会造成社会两极分化 富人将自己的孩子进行改造 变得比常人更具智慧与各种能力 进而导致社会财富不断向上层靠拢 穷人届时就会变为社会中的下等人 甚至沦为奴隶 使世界逐渐产生两个种族 产生歧视与压迫甚至迫害 这可不是威严耸听 都有可能变为现实 尊重生命是文明的基本标志 或许我们害怕的不是基因改造 甚至有点期待超级人类 期待自己变成超人 人类啊 真正害怕的其实是自己 因为我们了解自己 也了解人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